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家震动控制合资公司 并成为行业的龙头企业 青岛海归博士尹学军 书写了曾经沧海智维州的绚丽人生 尹学军与时代的脉搏共振 在尹学军博士办公室的墙壁上 曾经沧海金上高楼 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挂在显眼的位置 而这也正是他半生经历的真实写照 1962年 尹学军出生在山东北方 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 和那个时候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一样 虽然清贫 但过着快乐知足的生活 我小时候家庭条件就是一个中国普通农村家庭 当时农村小学还没有电 我记得是用的没有灯 晚上学习要没有灯 而且冬天的时候屋里很冷 没有去暖设备 都是用的一个叫火盆 就是有一个盆放上很多墨穴 在那暖着脚 好着脚会冻伤的 尹学军从小聪慧 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 他都是办理的第一名 而母亲经常给他讲述的 一个个发明家的故事 更让他从小就痴迷上了发明创造 我在那么小的时候就非常爱好发明 受这些故事的影响 当时发明了很多玩具 你做的汽车飞机 用竹子做的螺旋桨 手枪式机弩 非常好用 很好玩的 1979年 勤奋好学的尹学军 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北京钢铁学院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 因为天资聪颖 勤奋好学的尹学军 每次考试成绩都是第一名 也因此受到学校老师的格外青睐 大学毕业时 他幸运地被选派出国留学 毕业的时候呢 正好又是咱们国家选拔出国留学生 我们又赶上了一个好机会 因为我学习一直很好 在两个系里都是第一 力学很好 我就报名报考了 一下就考上了 我们这个名额就是出国的 所以命运又给我安排到德国去了 就是最好 搞机械最好的国家 经过在上海同级大学一年半的德语培训后 1985年8月 尹学军带着梦想乘坐国际列车 从祖国北江口岸二连浩特走出了国门 充满着好奇 所以是感到很幸福的一个星期 看到内蒙外蒙大草原 看到了西伯利亚的那个白花里 非常漂亮 没见过 经过贝加尔湖一天一夜 贝加尔湖之大 给我的意义太深了 世界之大 给我的意义太深了 然后到达莫斯科 然后在莫斯科使馆接待了我们 我们住了一晚上 然后又经过玻璃到德国 出到德国的尹学军 被当时发达国家的现代工业所震撼 他感到了自己肩上胆子的重量 暗自下定决心 把人家的东西学回来 建设好自己的国家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感觉 给我们太冲击 太变喊了 可以说是铁流滚滚 那么快的车 那么现代化周围变 城市几乎是联程片的 路由工业区城市是联程片的 那么多工厂 再想想我们当时的中国 是反差很大 我觉得真是现代化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现代化 照片上的这个人叫杰弗瑞 是尹学军在德国留学时的导师 高频滚动力学实验研究 是当时德国的公关项目 作为硕士生的尹学军 因为自己深厚的力学基础 被导师选定参与设计和实验 我是到柏林工业大学 学得了他的真传 在导师的关怀和教导下 尹学军完成了硕士博士学位 掌握了机械设计和高速列车 轮轨振动领域的尖端技术 在柏林工业大学的每个科研项目中 他都是台柱子 学校和当地一些科技研发的公司 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身边一起留学的同学 也有不少留在了德国发展 但尹学军却始终坚持着一个想法 当时德国经济非常好 就业基本很多 好多人都到德国工业界去工作了 在德国当时的条件 直到今天的文化 冷了你是有天花板的 像我们中国人在德国的工业界 可能用你一亿之长而已 最好的做到一个研发部长 小公司大公司的研发部的 一个租的组长差不多 我是想回国创业的 当时肩膚的使命就是 学到西方的现金技术回国 建设祖国 然而德国毕竟是尹学军生活 学习和工作了13年的地方 妻子也在德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两个女儿也是在德国出生的 还有她的导师和许多德国朋友 这些都让她难以割舍 你想创业就要舍得 96年 96年博士毕业以后 我就在一个玻璃轨道交通展上 认识了一家德国公司 这就是我现在工作的公司 叫各户震动控制有限公司 他们做工业装备的震动控制 轨道交通的震动控制 建筑桥梁的震动控制 还有电厂 包括核电站的震动控制 他们也想在中国开设一个公司 但是找了几个人都不太合适 我们一聊就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多方考察之后 1998年6月 尹学军从德国回到青岛 开始筹建格尔布中国分公司 1998年10月 公司开业投产 尹学军归国创业的梦想 在这里起飞了 而这一天 恰恰是他36岁的生日 梦想总是美好 而创业的过程也充满了艰辛 尹学军带着在国内招聘的十几个人 在不足两千平米的厂房里 跑业务 搞研发 策划项目解决方案 一年下来苦没少吃 但事业并没有太大起色 就是我一个猛砸到了一个水里 不知深浅 所以说一开始是很难的 前五年基本上市场开拓阶段 第一年只做了三百万 第二年做了六百万 九百万一千二百万 就这么慢慢生长起来的 就是这四个市场 一个一个市场 带着人跑遍了全国的设计院 和当时几个主要业主 这么开拓起来 靠前面而开起来的 可能一般来人就放弃了 为了普及推广这项技术 尹学军凭着踏破铁鞋的精神 带领团队跑遍了各行业的设计院 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展会 让人逐步了解 振动控制技术的重要性 北京西之门交通枢纽项目 是尹学军回国后最早接触的轨道交通工程 因为地铁枢纽紧挨着五星级写字楼 震动干扰问题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 之时这个项目一直无法获得规划批复 我开始开拓这个地铁市场 就是抓住了西之门交通枢纽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车站隔阵这个没有难度 我们有把握 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做过 轻轨高架桥穿楼是世界首次 经过一个多月的周密准备 尹学军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 钢弹簧扶制板隔阵技术和高架穿楼隔阵技术 并顺利通过项目评审 工期紧任务重 一个多月的攻坚克难 尹学军带着他的团队不分昼夜 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 不但如约圆满完成了任务 还把德国的工艺国产化 在这个项目上实现了突破震撼的国内外 然后安装的时候我也亲自在县城 当时正是打冬天 那么高的工地上 北风很厉害冬天 我们晚上在深夜打婚礼头 我们在上面知道 当时把我的腿给动换了 到时候这个腿做腿 到现在冬天的时候又有点疼 就是当时可以动的 想办法把这些德国的工艺都国产化了 都是在那个项目上完成的 做得非常成功 那个运行以后 那个真的是 鞋子楼上没有造成干扰 指挥中心上没有震动干扰 业主非常满意 地铁通车后 隔阵效果良好 真正实现了轰隆隆的地铁 静悄悄地开 他的成功也为中国地铁的环保效益 和降低造价 开辟了一条新路 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到了 高端震动控制技术 认识了尹学军 这支高效务实的团队 更为公司业务打开了市场的大门 现在用的最多的钢筒扶制板技术 它就是在一个钢柜下面 做一个这么厚的混凝图板 这个板里有几个一些洞 洞里放着弹簧和阻尼 这样的话这个板是扶制在弹簧上 像西蒙斯一样 或者像伊达米教车的简震系统一样 有震动的话 它会非常柔和地震动 这样震动的话 从上面到下面 就能摔进了95%以上 地铁下船居民楼 老百姓没有任何察觉 现在全国有 三四百个地段吧 120多公里已经运行了 没有异地 投诉的 轨道交通的轮轨噪声 是困扰各国多年的世界性难题 殷学军博士带领团队研发成功了 迷宫式约束阻尼轮轨降噪专利技术 该技术使阻尼材料的有效作用提高十倍左右 减震降噪性能 在国内外同类产品中遥遥领先 可广泛应用于城市轻轨 地铁 铁路 及高速铁路等轨道交通领域的 简震降噪 这个技术也是国际首创 现在在全国也大量的应用 我们的订单额不大 但对全国的贡献很大 解决了环平的问题 解决了规划的问题 扰民的问题 社会和谐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技术获得了国家费用而登价 尹学军的人生之路是科技爆国 志在复兴的路 他以敏锐的眼光 关注着行业内的发展 每当业内发现重大技术难题 他就带领团队研发出 最实用的专利技术予以解决 2008年 当中国南方春季发生雨雪凝冰之时 尹学军台领团队开发了防凝冰电缆护套专利技术 和利用地热自动农兵的专利技术 当青岛澳翻赛前夕虎台泛滥时 他毛随自建 自担风险 研制大型虎台清理机 当汶川地震之后重建时 他借鉴成熟的检隔阵技术 研制出多款新型的房屋桥梁隔阵之作 获得多项发明专利授权 其中区区运数支撑 可以提高建筑抗战能力50%到70% 我的职务发明呢 就是在各个公司 我们都申请了专利 得到了保护 得到了应用 但是我的社会责赖感 是我就经常关注社 社会上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解决 就这样就诞成了很多发明 这些发明呢 没有一个平台来把它实现 所以我就成立了一个科尔泰公司 来进行成果转化 迄今为止 团队已申请减震降噪 抗震减灾 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的 国内外专利共计110项 获得授权70余项 其中包括37项发明专利 领导的两个企业 成为国内行业龙头 每年营业收入达4亿人民币 给国家交税4000多万元 我想呢 有两个 核岛格顿 现在在世界上的核反应堆 核电站的反应堆 都怕地震呢 那么用传统的方式 很难来实现 造价会很高 那我们想把整个核反应堆 扶持起来 这个已经做成了 大家对我们比较信任 我们也有这份储备 另外一个技术呢 我想把高楼灭火 这个难题解决点 那个搞了几个发明 现在正在实质 单管样机已经实质完成了 现在12公斤了 12公斤 瞧 下一步放货带吧 放个啥带 回来 来吧 准备好了 开始 我们把水 或者灭火粉 或者土 投射到 现在是350米远的地方 150米高的地方 下一步还会继续 将来能到500米 2300米高的地方 当然其他原理的东西 我们也在研制着 国内大多数汽车冲压线 断锤 离心机 压力机等重大装备隔阵 都是应用引学军 隔而固震动控制产品 其中 包括用于锻造核电站 气轮机叶片 大飞机叶片等 世界上最大的螺旋压力机 国内几乎 所有新建核电站 主机隔阵 国家大剧院等隔阵 简阵 杭州湾大桥 观光塔简阵 和重启大桥简阵等 隐学军的隔而固震动控制技术 都融入其中 使中国的中高端震动控制技术 及应用 加快迈进了 世界领先的行列 我们这个震动控制技术 有四大应用领域 一个工业装备 一个轨道交通 发电和建筑桥梁 四大领域 在工业领域呢 我们主要的贡献在于 主要的业务就是 汽车生产线 离心机 转的和冲击的设备 就都基本上都用到我们的技术 合同的数量来定的话 将近六千个工程 全国各大城市 几乎到处都有我们的工程 台条这个地铁用了我们的 这个建筑用了我们的 非常非常自豪 隐学军以自己突出的贡献 获得了国家的重视 和社会的尊重 他先后承担 国家和青岛市 科技重大公关课题六个 参加编制了 隔阵设计规范 建筑销能阻尼器等七部 国家和部级标准 以及锻造加热 与热处理 及节能环保等 多部专业教育书籍 并在各种学术刊物上 发表有关震动控制方面的 专业文章 五十余篇 从中组部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到中国环保产业协会 造声与震动控制委员会副秘书长 从青岛市留学人员协会副会长 到青岛市政协常委 以及这成堆的证书和奖牌 都印证着尹学军成功走过的路 以智为州 横渡沧海 殷学军博士 紧跟时代脉搏 新与祖国同步 以科技创新 创造和谐 保护生态 造福百姓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 正在识向梦想的彼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